我们接下来比赛是河南剑叶 我们暂时排第四 有机会追上前三吧 还是河南剑叶是不是垫底啊 是三位 模拟个试试 然后打防反 看看有没有机会赢下来 哇 河南剑叶状态最近那么好 想赢下来还不太容易 比亚兹非常好 啊 扳平了 这两个外援就靠着两个外援 2比1 接下来上海深花榜首的球队 这场比赛不能说不重要 上海深花 邓巴巴 刮林 你们也上四个外援 好吧 我觉得恒大可能是因为塔利斯卡 这租界到期回去了 所以实力下降 我们能提到这个位置 也是靠我们这几个外援吗 这几个外援 我看我看他做球还是不错 没接 这是机会 我的天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踢的还是挺不错的 创出了一些好机会 但是都没能完成走一脚的射门 0比0也可以接受 各场对克鲁 我把替补阵容稍微调了一下 我们还是打反击 去踢克鲁 刘若凡踢前一 我让迪亚兹踢这个右边前位 然后史可和巴斯迪安斯搭档 都换一个外援 曹杨搭档吧 还是曹杨上来吧 克鲁这个残呐 客场打防反应该问题不大吧 至少不会输球吧 迪亚兹 又被扳拼 又是迪亚兹 迪亚兹真的是超出这个联赛水平的一个存在 62比1 这楚心招是谁推荐的 26岁59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刘洋23岁57 还将就吧 就是速度快 数值也挺惨的 基本上不符合没要求 王子昌 他还不错 21岁64 这可以考虑 速度也快 他不错 这个数值上是不错 升高也还可以 这也不错 李明说我们已经加进来了吧 李明也还可以 190 主场队全剑 24几踢吧 邓寒文还有红牌在审 发生了什么 全剑我们第一次碰的时候输了 本来一位样中还是仙剑球领先嘛 这次我们争取 赢量 阿基姆 我下次把门将决定选一个速度快 就接这种球 那边反正靠球 是不是给对方后卫一轴啊 对方过来后卫过来抢 就没想到自己先爬地上 全剑都没有射门 完全压制着全剑 表现最好的是迪亚兹 没有进球 但有一个助攻 喝场 又是英语的球队 英语垫底的球队 我们还是换到防凡的小阵容 有人说传球判定 力量大于方向 但我感觉也不全是 真的就是 你也不知道怎么判定 这场比赛赢下来了 已经2比0了 这场比赛我们竟然没有丢球 只能说对面激攻实在太差 维宁国安这场比赛也很关键 不管惊惊得比什么的 因为这场比赛 我们如果赢的话 很有机会冲进前三 现在第一是江苏宁了 领袖我们四个几分 非常好一个配合 买提江的后插上 1-0 哇塞 曹阳这个尸位 我还没能断下来呢 竟然直接滑过去 还好他提皮安 真牛掰啊 捕食了 别跑了 还是进了是吗 为什么二号不去 不去断那个球呢 你这已经49分钟了 他刚开始反击的时候 就已经47分钟了 曹阳一脚球 直接给人家中卡 直接给人家前要 你这个球二号 再往前走 明明可以断了 自己带滑步 他都不知道球在哪 阿西姆蓬 哇塞 1比1 从这个数据上看 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其实好机会更多 接下来对上海上岗 为什么我们到最后的比赛 对这个冠军归属 都这么关键呢 不过得稍微调整一下 比赛密度点高 全体能都不好 刘若凡下来吧 别加钢去提 其他的位置 我还真不想换 迪亚兹 还是在场上待着吧 这个产的我好爽啊 我何少这么爽的常规 因为一般根本产不着 那个躲你产就躲得好呢 这个产的我真爽 这个产的我真爽 对啊 好 嗠 看我 为什么 你打着我 我看你 别人 我看你 这就好 另一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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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六次设成 一个球没金 我们今天节目 暂时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还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